破了 天天方真的是打得太委屈了 在人头是领先将近20个人头的情况下 愣是被天天方破掉了 那这边的话血魔上来是放错了沉默 但是自己肯定是要背去的 还好血魔开除了黑黄 反而是被一致被VS换了 那别人拿到人头 那这被VS换又是被小玩一个闪电拿到人头 那现在天天方仍然是VS又被送了回去 PK和Lina马上复活 这一方的话是PG被送回了泡分泉 那这个上路的话应该也是下不掉的 宙斯开出了黑黄在追SK 一个C 只是不停地在摸SK的写 这边血魔应该也是没有拿张 那这边Lina的话过来一个空地 没有踢到人小歪的话 这一方是果断回场 在这边OK的回场被宙斯G打断 现在三个人在追 OK啊 但是OK是 这边SK一个错错了过来 SK应该是要被拒了 因为OK的话是 有磨灭没人能杀了掉他 但是还好 SK再这样的这边的话 SK是救下了 OKOK反而是跑掉了 现在天天方领先20个人头啊 但是在局势上面反而是被人破掉了 终于一路高地 那现在可以说 虽然说有20个人头数上的优势 但是嗯怎么说呢 但是还是这一方的胜算大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方有OK 有两个没砍 有非常充足的这样一个续航啊 只要是一个 这一方还有人在的话 这一方就可以不停地去 有这样一个push的能力啊 那这边TK也是飞了过来 刷了三个导弹 但是嗯 但是好像也是 金蜜蜂这边两个人选择过来 打也没有这样继续组织一波push啊 PG的话是出了一个宝石 出宝石的话是用来 嗯 用来插眼的吧 因为现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是对视野的控制比较重要的 只要一次在野外 偷袭成功的话 只要能抓到天天方的人 他们就可以继续再破一路高点 所以说现在的话是金蜜蜂 全能骑士在下落 嗯 就是这样的话 全能骑士在下落 丽娜和宙斯啊 因为 因为就是 因为真的就是因为没有三十字啊 所以始终是 美棒就OK 那这边的话是 嗯 终于是TK做出了 一把三十字啊 秒掉了全能骑士 听听话终于想起来要做三十了 如果早做三十的话 也不会被人破大一路高点 那这边的话 PG是在用VTR连青兵 小Y是首先扬到了TK又 呃 但是TK被越S换越患者啊 所以TK应该是死不掉 这边的话OK也是开出大招 但是小Y首先被杀掉啊 血魔也是开出了黑黄在后面 这样绕过来 可能需要绕过来追 光伐那SK也是冲进去被打穷的红血 但是天接风还是 呃刚才是SK跳弹 杀掉了啊 宙斯 但是天接风 这一路高地啊 估计也是要被破一歪 对面的啊 小Y是直接买活 买活买了过来啊 这边的话又是五个人准备要破这一路高地了 续航能力非常的好 又一个戳过来 没有戳到血魔 但是血魔应该也是没有能力阻止 这一路高地 宙斯过来一个 这一个刺激刷出的导弹 又是散尸散尸到了SKSK 虽然因为是有大斧头 所以说血非常多 两千切血没有死 反而是小Y又被背坠 那这边的话 另哪一个跳跳了过来 PGG PGG会被杀的 往后PGG还是没有被杀 被攻把的一个旋魂之光救下 那看来这一波高地的话 虽然说高塔被破 但是兵还是守住了 那这边的话 另哪是一个森林杀掉了PGG 那又是血魔在追攻把 攻把是应该把小Y 召唤了小Y是再次的买活 所以养住了 血魔又有个蓝蜡 那血魔的话 应该是要被致命方的三个人杀掉 这边TK赶了快 养住了SK 又抓了一个导弹 OK也是追着在加血 这边TK刷了一个养 养住了SK 但是本身也是被小Y养住 这边首先看一下 是SK赶回声过来反一下TK TK又是被小Y拉住 看来 好 TK是回强 但是被小Y吹起 所以打断了这个TK的TP OK的一个掐血 顾不得看别的地方 就看这边TK好 TK还是死掉了 TK死掉的话 那可以说 这一方肯定是要过来破 这一路高地了 那这边的话又是PT质有336的蓝 那肯定是要追死这个血魔 好血魔再见 那现在这几波团战打的是一个一魂 而虽然是机密方死了两个人 但是机密方可能还是能力来推 这个不高地的话 那人头数的话是一个40比63 天天方虽然领下23个人头 但是局势上 却一直被机密方压着打 我觉得可能是散失的问题 如果天天方多数量把散失的话 局势就不会变得这么被动 但是因为有TK在 所以说在兵线上 还是天天方有游戏 已经把兵线带到了 机密方的下落 但是这条线如果带回去 尤其会让机密方收入不少的钱 看一下这路让谁带呢 这一路是选择小白的 实在刚才是果断的三次连续买活 实在现在又有1700的钱 应该是在把七条线带入了 是又有一个买活的钱 那这个NS也真的不愧是 世界最顶尖的辅助机呀 每次看NS用辅助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很稳 不论是在事业的控制上 还是对团队的支持上面 真的真的是世界顶尖的辅助 所以我觉得 俄罗斯分队啊 他们之所以有虎 真的是因为有好辅助 有NS在 那这边的话 天津方又是几个人晃在天津方的野区啊 这边的话是天津方的一个真眼 所以说没有被天津方控制到视野 那这边OK的话是出来要带线 中中的话是小白的这边带线 看来天津方又非常打一个 这样一个下路的话是SK的 看来天津方是要分三路带线的 SK是被攻法召唤到了上路来 看来是双方又针对这一路的高地打一个阵地战了 这边首先的话 TK刷了机器人来清兵 刷了两个导弹 但是在清兵能力上面 因为天津方 清兵方式有攻法的 所以说也是毫不适合的一个清兵能力啊 那这边的话 血魔开出了黑黄进来追人 但是发现打不到什么人 还是跑了过来 那中文还是在互相试团 这边PG又是一个很精髓的反对啊 把宙斯反对了 但是还好宙斯开出了大招 OK也开出了大招 但是SK还是被宙斯杀掉了 这边的话也是光法杀掉了天灾方的宙斯 这个Lina的话肯定也是要悲剧吧 Lina是出了刃甲 PGG也是VT之号 技能都在CD中 这边Lina一个T 但是被一个V 还是被PGG拿到了人头啊 那这边的话是 天灾为方 虽然还有三个人在那 这个血魔是真的不敢上啊 因为OK这个强大的续航能力和保护能力 那的比赛就要 在金玉峰领先 在金玉峰落后 23个人头的情况下比赛结束啊 那也是 虽然说刚才那个 老家还是五分之一血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肯定也是 要被金玉峰推到结果高的 从比赛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始终是天灾方领先啊 中比赛上也是差不多 那就是这个血魔打的 始终是不太在状态上 好 这场比赛就到了这里结束啊 可以说是 也是一场很让人 肥肥所思比赛吧 那 我是小琴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